阿特密斯你好 你好 你先把你以前的工作背景介绍一下 我以前在台北就是科技业上吧 那后来就是因为回来之后 就是想要陪我妈妈 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返乡回家 陪妈妈就是一起创业 就是决定要回来就是创业 是因为 因为我妈妈就是她很喜欢做烘焙 那会做烘焙 其实背后是来自于 就是我爸爸给她支持 就是我妈妈学了第一堂烘焙课之后 我爸爸就买个大烤箱 他就说你喜欢 我就支持你让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那就是我爸爸也会帮忙去 就是宣传给他就是亲朋好友 就是说我文博很厉害 对那后来就是我爸爸 就是他在前几年因为新冠 就对COVID走了之后 就是妈妈就有一点失去他的目标 那我很希望就是可以让他在烘焙这一个舞台 继续发光发热 所以就是我把就是我爸爸的爱 我想要把他传承下去 那我们四集其实都会有这一只就是地球超人 会不会有这一只 其实其实蛮多客人会走过去问说 为什么你们摊位都要放这一只 其实这一只是代表我爸爸的精神象征 对就是他虽然已经人不在 但是我相信他的精神还在 那我希望可以把我爸爸的传承 就是对我妈妈的爱 我希望可以传承陪着我妈妈一起走下去 所以我选择就是回来陪我妈妈 就是把烘焙这一块 就是希望让他在他的舞台可以发光发热 让他继续做热爱的事情 可是一开始你要怎么考量 放弃你的工作跟你的这个年轻 这个的确是有一点两难 对因为一方面其实我其实也北漂了十几年 那再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妈妈有问说你确定要要回来吗 那我是没有犹豫 我说我很希望可以把爸爸就是对于你的爱 我希望把这一块可以传承下去 所以我想要回来就是 我不确定就是我未来可以做的怎么样 但是我确定的是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做 我以后我搞不好没有机会 或者是我后悔我也没有机会再去尝试 对所以我把我的后路斩断了 所以我只能全力以赴 就陪伴要及时就对 对要把握当下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只能把握当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回来之后就跟着妈妈一起做烘焙就对 对就是陪她一起做烘焙 所以你的程度完全就跟着妈妈学 对 然后自己早期都没有尝试过 没有 我妈妈是我的启蒙老师 从小我就看着她就是做蛋黄书 然后还有凤梨书这样 那你先把你妈妈美姐介绍一下 就是旁边这位 就是美姐手作烘焙主角就是美姐 那美姐她就是我的母亲 对那我妈妈就是从她 二十几年前她就是有在转眼 就是蛋黄书 然后还有凤梨书 那还有最近就是她也很喜欢就是学习新的烘焙 那还有我们最近就是很红的千层蛋塔 那就是都是出自于我妈妈美姐的手艺 那讲一下你们近期的一些新产品吧 一直在开发对不对 对我们就是除了在市集就是有烘焙产品之外 那我们还有我们的酸梅汤 就是也是古早味酸梅汤 那酸梅汤很多配方要特别提一下 就是我们酸梅汤有很多的古早味的配方 就是不是外面我们没有参加任何的化学的成分 那里面有加山楂洛神 甚至还有加到红枣 就是喝起来会就是甘甜 那有我记得有一个算阿伯吗 对他有一次就路过的时候 然后他就试喝一口 然后他就说天哪他从来没有喝过就是 在他记忆中的酸梅汤 他说这个真的是很古早味 所以我们每次只要有市集 他就都会来 像他今天早上也才刚经过 才刚买一袋枣 对所以就是妈妈的酸梅汤 就是可以让人家喝的安心之外 也可以让人家喝到就是古早的回忆 好那你跟着妈妈跑市集 一定也有很多同业对不对 那你大概有没有比较出 你们的特色跟别人的差别 我们现在就是做烘焙的 其实朋友很多 那我们的特色就是 大家都在卖凤梨酥 那我们 比较特别是我们是土凤梨酥 那他的饼皮就是 相较于就是以前那种传统的凤梨酥 饼皮是比较软 那我们是想要走就是比较现代的风格 所以我们是用饼干口感的凤梨酥 所以吃起来就会有像饼干口感之外 还有加上酸酸甜甜的土凤梨馅 所以就是吃这个再配一杯茶 绝配真的 还有酸梅汤也很大 所以你的饼皮比较脆就对 对我们的饼皮比较脆 然后我们的蛋黄酥也是就是走 就是酥脆的风格 就是这个就是你拿到冰箱的饼 就是再拿回来不用回烤 也是很酥脆的 所以这一个蛋黄酥 其实我们已经很热卖 我们甚至已经销售有破万颗 对就是妈妈的手艺 就是已经不止嘉义的朋友有吃到 我们就是也有做就是宅配 所以就是也有台南的朋友台北朋友 甚至还有花莲的朋友曾经吃过我们的蛋黄酥 所以很值得就是来吃一下美姐的蛋黄酥 那个马上中秋节快到了 对 所以是烘焙的大日子 对 我们过去有接单对不对 我们过去有接单 那讲一下今年的期望吧 要卖几十万棵凤梨酥 几十万棵 但是产能只有一味 对就是我们还是会限量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要兼顾我们的品质 然后还有就是美姐的体力 对 所以我们就是会有在七月十五号的时候 还有会一路卖到中秋节 那就是限量预购 名额有限 如果要预购重塑 好 那你算是青年返乡 讲一下你返乡之后 你怎么样用你个人在台北学习多年的一些经验 可以运用在你们传统的烘焙业 因为我以前是就是科技业博士学习 就是专案管理的部分 那就是在回来之后 我会把就是我在工作上学习的那一套管理的方式 会应用在妈妈的就是这个烘焙上面 像有些时候 比如说像在备料的部分 就是妈妈她可能就是她不知道怎么分配 就是才 她有时候会多囤很多货 对那我们就是会运用就是在工作上所学的 会跟她说 就是如果我们依照你的产能 你大概需要备到多少货就好 你不要再多囤 这些都是成本 对就是会把就是工作上的所学 然后就是应用在家里的这一块 就加了很多电脑化的管理 对 而且你应该更有机会看到国外的一些东西吧 那是不是也可以加入你们一些新元素啊 因为国外烘焙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厉害的这个名师啊 就是妈妈她也有就是除了自己在贩售之外 她也会找时间就是去进修 对那我们前一阵子就是有跟一位日本的师傅去学习 对那就是新的产品我们目前还在开发中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期待我们新产品 欢迎关注我们的粉砖 随时有新动态就对了 对对对对 我们经常更新在我们的粉砖 所以要关注我们了 梅姐讲一下你当年怎么接触烘焙的 当年就是去参加学校举办的丰陪班 然后第一次去上课 上完就有兴趣了 回家就买一袋大烤箱就开始烤了 你还记得你第一堂学的是什么产品 第一堂的好像是冰箱小西扁 感觉蛮厉害的 自己会做扁干 后来就越做越有兴趣就走上职业这条路 对 这样走过多少年 接触二十几年了 那你觉得你早期学习的观念 跟你自己现在变成老师级的观念 会不会有差别 应该是有 因为就是越接触越多 就是严无无量 然后就是从基本的 然后就会去选择比较好的材料来做 所以早期都是真材实料对不对 对对对 那后来是因为这个整个大环境不好 是慢慢就会有一些人想要做一些便宜的东西 对对 有的想说 一个东西怎么价钱差那么多 但是其实原料差好多 所以你还是坚持本来的观念吗 对对 还是用好的原物料 这么多年也跟着你的小孩在成长 所以你早期也是为了做给小朋友吃吧 对刚开始是做给小朋友家人吃 就是吃的比较安心 所以应该就很在意所谓的天然健康 跟一些基本的观念吧 对对对对 那后来怎么样开始又出来白摊 就想说女儿未来要接触风险 然后想说就把好的东西就分享给 就是好朋友吃 然后就是让大家吃得到就是好吃的东西 所以你本来你自己在做的时候都是接订单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因为他帮忙之后有人手才有办法跑市集 对对对就在往外面跑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东西 那开始跑市集 你会不会吃吃别人的东西互相比较一下 大家交换一下 也是会啊 因为个人做的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东西 那有吃出什么心得吗 就是别人的做法跟你自己的做法 应该是有各有透色吧 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吃起来也不一样 但是好的我们是也是要去学习吧 就是即使是同品项做法出来也口感也不同就对 对对对对 有时候盐物料还是就是还是方法不一样 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随着你女儿回来之后 你多了人手之后 你是不是也想要能够把你们的这个接单量 让他更有一定的能量 对啊 想说就是好的东西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准备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有没有想要做一些设计 有啊 还在 还在 那有画你美姐的形象照吗 然后设计一些礼盒啊什么的 有 有在想 但是还没实现 就慢慢来就对了 对对对对 因为基本的生活还是要顾嘛 就是固定的接单跟摆摊嘛 对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还有在学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吗 也是有吧 像最近流行的蛋台是有隧道了 这样子四集跟人家互动你习惯吗 哦习惯还不错 感觉还不错 不一样的那个环境 好谢谢美姐 好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